好 我们继续呢 刚刚上节讲的节点变区 那现在我们就认识呢 节点变区一个着色区 我们看这个哈 在我们节点变区区里面 着色区里面呢 它比我们在CCD里面 那比如说我们看这里 好 曼萨森林 文艺加CCD 奥克兰德 对吧 这个着色区哈 就是什么呢 就是欧斯的一个着色区 那这的话呢 就是非常非常乱 它来整个属性来说也非常非常多哈 但是呢 我们是用节点编辑区去使用的时候呢 你有发现 它是按照颜色去区分的 对吧 那按颜色去区分呢 你就很好的就把它们归类和分类 那这里呢 它总共是有分为我们 大概是八个 八个 好 这里呢 我把归纳为几个呢 我们这里呢 只把它归纳成 六个 对吧 归纳成六个哈 好 那这样我们去看哈 第一个呢 是我们红色的哈 红色的着色区 红色着色区呢 就是材质类型 就是我们材质类型哈 这我们看一个材质编辑区来 在我们材质里面哈 打开节点编辑区 对吧 打节点编辑区呢 比如这里是红颜色的 对吧 它对应的哈 对应的就是我们节点编辑区 创建面板里的 比如材质 对吧 这是创建出来的 跟这里拖出来的是一样的哈 所以说我要 我要这个着色区的话呢 比如说 我是要新建一个 材质球 欧色的材质球 我把这个呢 拖过来 那你看 上面板里面是不是多了一个白色的材质球啊 那这里呢 也多了一个白色的材质球 对不对 那这也是材质球 这也是材质球哈 同样呢 第二个是混 这个就是默认材质球 就是我们的 什么 漫色的材质球 对吧 漫色的材质球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切换的 就基本里面可以去切换 它类型 对吧 那第二个呢 是混合材质 混合材质 比方拖过来 哎 这就混合材质了 那你看 在我们材质面板里面是多个混合材质吧 对不对 那这两个材质呢 我在材质面板里面 哎 就可以把它连起来 比如说这个材质 对吧 练到材质一 好 那第二个材质呢 练到我们混合材质 材质二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混合材质 就有了这两个材质的一个属性 对吧 就这两个材质的属性哈 好 第一个哈 红色着色 就是我们材质类型 同样呢 在创建里面 材质 创建二块针材质 对吧 跟我们的拖出来是一样的 拖出来一样的 好 红色的是我们的 CCD里面的哈 奥克兰的一个材质类型 那第二个呢 是纹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加图片呢 加改颜色啊 我们就是用什么呢 就用纹理做设施 它是蓝色的 那我们打开来 CCD 那你看这里 图像纹理 RGB颜色 高湿 高湿那个光谱颜色 还有浮点 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图像 纹理颜色哈 走出去哈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均属材质哈 双击一下对吧 OK 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它的一个接纹变器的属性 对吧 有时候你可以这样子哈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没有啦 不要生料啦 对吧 那我新建一个出来 OK 新建一个材质出来哈 拖个材质出来 对吧 那把这个材质呢 我们把刚刚这个材质 覆盖过去哈 覆盖这个灰色 对吧 我们都 10个 好 好 我们都拖过去 好 背景呢 我们还是换一个灰色的 去分一下 好 背景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模糊一下 触碗度加上去 选择材质球对吧 它就出现它 材质通道属性 我们选触碗度 那把负件呢 加上去 就模糊了吧 OK 那这个材质 刚刚我们新建的材质 白色的材质球对不对 双击一下 出现它的一个 材质面板 点开接纵变器 那这样呢 会对应的出现呢 我们这个白色材质 接纵变器哈 好 回到我们刚刚这个蓝色的 图像 颜色哈 走出去 我们突突突弄出来一个 那就是我们图像纹理 那我们看 图像纹理的属性 点击它 出现啊 在我们右边 会出现它的一个属性 那这边属性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需要加些图片 对不对 那比如说呢 我要把这个颜色去修改一下 OK 那我们呢 那就可以找张图片 比如说 表生锈的一个金属 那比如这样 对吧 红颜色 红颜色 属性来说 应该是强度嘛 对不对 就是我图片的哈 图片的一个亮度值 好 默了是1 那另外呢是个感码 对不对 我们曝光度哈 好 图片属性 那第二个呢 是我们RGB颜色 我们拖出来 蓝色的哈 RGB颜色就是我色彩 那这个很简单哈 就是我们给你重颜色 对不对 比如说蓝色的 然后改掉它 那这时候我把RGB颜色呢 也给它曼色的时候呢 那另外它图片 那这个就去掉 这个这个节点 就去掉 对吧 但是还在你的节点编器里面哈 然后去存RGB颜色哈 色彩 然后把它拉大一点点 要么这边看不到 好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我们的 呃 高湿光谱颜色 它其实也是调颜色的哈 光湿高谱 就是RGB颜色的话呢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颜色去选的话 会比较容易 就是什么 就通过我们的RGB色彩嘛 对吧 去修改 然后点击这里去修改 跟我们的CD调试方式是一样的哈 那高湿颜色比较特殊哈 它其实就是一个光谱颜色嘛 比如说我们把高湿颜色呢 放到曼色层 好你看哈 对不对 那木呢是一个米黄色的颜色 对吧 它有波长 宽度和强度 这三个数字呢 来决定什么呢 来决定它的一个颜色值 那就是颜色值 那比如说呢 我们把这个波长 修改 它其实 这个就其实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摄像 对吧 我改变移动我们波长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偏青色了 对不对 就很像我们PS里面的摄像保和度哈 摄像保和度 对吧 波长的话就像我们摄像 那宽度呢 宽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什么 它其实是我们的保和度嘛 对吧 你看 对不对 就黄色又艳丽了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调波长 每个颜色呢 变回非常非常明显 那我们再改 对吧 那青色蓝色 对不对 高色颜色还是看上去会比较干净 但是后面来说呢 呃 它好像是比我们来说哈 这个我不敢确定哈 在做发光的时候呢 做发光的时候呢 它来说会渲染的造点来说会少一些 但是你不习惯的话还是用RGB颜色去改 还是一样的哈 好 那下面强度呢 那肯定是什么 就是我的明度吧 对不对 你看 这个比较深的一个蓝色 比较亮的一个蓝色 好 这就是高色颜色哈 高色颜色 它其实是光谱颜色 和我们RGB颜色来说就是一样的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浮点 那这浮点就是 就是我们之前C4D 着色系的亮度一样 它其实就是黑白灰的一个明度值 就是黑白灰的明度值 对不对 那浮点纹理 我们加上去哈 麦色里面 对吧 你看浮点越高 它越亮 浮点越低呢 就要按吧 它就是个黑白灰 有发现吗 黑白灰 黑白灰 在不管是在我们C4D当中 还是在我们Photoshop当中 它是非常重要的哈 因为我们黑色是可以屏蔽 对吧 关闭 那这个慢色材质有没有了 对不对 白色的时候呢 就最亮嘛 就是我这个通道呢 是最强的时候 所以浮点温脸 虽然是个纯黑白哈 纯黑白 但是呢 它来说哈 就是很多时候 可以把它当作是个强度来调节 好 这是我们浮点温脸哈 那剩下两个视约坐标和烘焙为零呢 这个两个呢 我们就不用去管它哈 我们用来说的 是几乎用不到的 OK 那这个呢 就是咱们 讲的一个 纹理和颜式组合器 对不对 非常简单的哈 好 那第二个呢 第三个哈 第三个是我们投射方式 投射方式呢 它其实就是改变 图片的一个投射方式 改变图片的一个投射方式 它和什么一样呢 比如说我先给大家一张贴图 对吧 好 贴图呢 我们换一个 有重复的 重复感明显的哈 好 我们找莫文吧 好 给到曼色 对不对 OK 那你看 在我们这个贴图里面 贴图里面哈 好 有时候这个 明明在节点哈 节点里面看 都已经什么 有加一张 哎 这里啊 搞错了 这个白色彩球对吧 明明是我加了莫文的 但是显示出来的吗 还什么 还是白色的一个贴图哈 就变个小技巧 就当你在节点变区里面 调节之后呢 然后呢 文理呢 并没有出现 对不对 对应了你的变区里面 并没有出现 你可以双击一下它 那对吧 双击下来的贴图 它就出现了 对不对 好 点开我们节点变区 看到我们这块哈 这边我们是给它 加个文理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投射方式 和变换方式呢 它其实就是什么呢 对应的哈 它对应的话呢 就是跟我们这块 比如说选择莫文 莫文 立方体莫文哈 看我们这个莫文 对吧 对呢就是我们这里的 投资方式 和我修改这里的话是 其实能得到是一样的答案 比如说呢 现在是UVW 就莫文呢是我们立方体投资方式 对吧 如果改求行 它来说呢就是什么 来到我们立方体思考谈 好 我把这个刷新一下 就改变它的投资方式哈 罗续评词 对吧 你看 它的评词投资方式 对不对 和我们开启这个文理坐标 OK 去移动这个图像文理 那 对吧 是一样的哈 它其实是改变什么呢 就是改变我们文理 对吧 那我用之前的方法这样去改变 也可以吧 那这个不是很明显哈 我们拿一个 代理颜色花纹的哈 这样来说能区别一下 OK 还是喜欢我们的球体哈 这个 投资方式开起来 对不对 那么在拖动这个时候的时候呢 诶 我有什么 我的投资方式 对吧 就可以改变它位置 这个收放的时候呢 按T键 去收放 那这和我们CCD来说哈 就修改你的文理 是一样的吧 对不对 就像我们文理是一样的哈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CCD的投射方式 来去修改你的那个贴图投射 这是可以的哈 是允许的 它是支持的 那另外呢 OCC呢 它自己本身哈 也带了投射方式 好 我们把它关掉 那你看哈 OCCD里面 我们拖过去 我们打双击子材质球 打开来接一边器 看到呢 我们刚刚灰色黑色 地方的一个投射方式 做出去 好 第一个是投射哈 第一个投射 投射呢 你看它是文理投射 对不对 那文理投射呢 它对应上的也是投射咯 变换 你给变换是没有用的 你给这强度呢 也没有用的 是红色的 红色就代表几点连不上去 对吧 就连不上去哈 那投射文理呢 它只能是对应的 这图片的投射 贴图上 贴图的一个投射 对不对 才可以 才可以的哈 那这时候呢 我们看哈 投射文理 它有个属性是什么 像是网格UV 就默论的 贴图投射方式吧 那这呢 我们去切换一下 换成什么呢 比如说换成一个 圆柱状的 对不对 它就变成柱形的 那现在我出现什么 我出现了它的一个坐标 旋转 缩放 对不对 跟位置的移动哈 好 这就是投射方式的一个 区换更改 比如说我们也是改一个 上平面吧 对不对 平面的话 哇 拉伸了哈 还改盒子哈 有盒子对不对 那盒子的话你看 又是旋转嘛 对吧 你看 投射方式在旋转了 那这改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材质球 接连变器里改的话呢 就是我整个的材质都改变 对的话 是在我这个 C4D的 对象材质改的话呢 我只针对 刚刚我只针对立方体改变 对吧 其他地方我不变 那现在你会发现呢 我这个石膏是不是也变了 对吧 后面球体是不是也变了 对吧 现在我改变是整个哈 整个这材质球的 整个投射方式 一起都改变 好 那第一个是我们旋转值哈 旋转值 对吧 另外呢是 就是Y的旋转值 好了 然后Z的一个旋转 对吧 好 那下面这个呢是我们缩放 放到缩小 这个是什么 XYZ缩放 我们可以等别缩放 等别缩放一起嘛 对吧 缩取缩放 对吧 好 然后是这边什么 我们位置移动 对吧 好 好 那这个的话对立出文理的各种投射方式 各种投射方式 各种投射方式 好 这是文理投射哈 文理投射 如果是我们不需要的杀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文理的投射 对吧 选中它 按第二按第二键删除 就没有了 好 另外一个是变换哈 另外一个变换 变换呢 来说呢 它对的连接就是我们变换 对不对 就对你的人是变换 那变换来说哈 他就没有我们这个投射方式 他只有什么呢 只有我们旋转 对不对 旋转 跟我们什么 跟我们这边的一个说放 对吧 说放旋转哈 他就 他因为他默论就是什么 他就像是默论就是UVW 对不对 他就没有其他投射分子给你修改 像这个的话 投射方式那个对不上 对不对 那说反而我们反而是用投射哈 跟到时候用投射就行了 就不用了这个变换了 那位置引动嘛 对不对 那时候呢我们用这个投射就OK了 好 投射对你投射咯 纹理呢 我们对上那个哈 变换的纹理哈 就对上变换才有用 好 那这两个就是 这两个哈 投射方式就是用来 改变我们纹理投射的哈 好 那我们这小节呢 就讲材质 纹理跟投射的佐射器哈 好 待会呢我们再去说呢 我们黑白跟贴图 和我们透射的 特殊的一个佐射器哈